一个晚上不到一千块台币的 公寓型的酒店 没有提供早餐 他的大概就是进来 进来之后有两个 这边是苏喜的地方 那有两间房间 一间是在这边 那这个 另外一间房间 就两个房间 那因为靠近大马路 他是用气密窗 双层气密窗 烘条都是独立式的 那这边一个小茶几 鲑鱼的话就会分开 浴室在右边 左边是厕所 大致上就是这样 这就是公寓型的 晚上不到台币一千块 今天是礼拜六 这个公寓型的酒店呢 它本身就是完全是自住室的 所以说它有自住洗衣 那同时如果说你那个 有房间在缺瓶水什么的 它在湖的柜台 那边都有 包括我们一次性的毛巾 还有牙刷等等 你如果要都是自己拿来 自己换 这边就完全是用微信 跟它做联系 好的 以上影片是澳洲在 厦门这边住宿 厦门火车站旁边的 离厦门火车很近的一个 自住型的公寓 酒店住宿的期间 谢谢大家观赏这支影片 我们下次影片见